大家好,欢迎来到Corder Bootcamp State的答案片,在这个视频中,我会继续上次为大家,上一个视频为大家留下的疑问,就是IOU State的编写到底是怎么样呢,我会为大家演示那个答案到底会是什么写出来,然后做一个小小的State,关于State的准则。 好,那么现在先让我们回到代码那边,好,首先我们先可以,我先把这个测试的所有错误注意掉,因为未免要让我自己的思考,然后去这个IOU State,对,然后其实就跟,一开始我们,我的那个House State的, 点4差不多,主要的第一,首先就是把它写ImprimentsContractState,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些红色的底线,那么我会用,通常都会用Alt加Enter,去触发这个小帮手, 然后去把漏掉了的这个Method加起来,加强了,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,我们可以去PowerPoint看看,就看到这个IOU State应该,呃,这个Impriments,然后下一步就是可以把,这些熟悉性都加进去,然后这些熟悉性是什么呢,其实就是说,呃,你会把什么样的数据记录 可以进去那个账本里面,或者是资料库里面,好,那我们就可以跟他相,issuer,owner,跟,呃,amounts, issuer,好, 好,完成这之后,呃,第一件事,好,那么这里我就可以把这里传选,你可以,呃,下一步我们就写Contractor,你可以全选,但我的话会,呃,通常都用这个帮助,然后再AddContractor,然后在这里, 全选,OK,好,那么都加进去,然后接下来就是,要做的就是把这些,呃,参数都,就是熟悉性都让,呃,其他的class可以,呃,access可以读取到,所以,然后现在我会做的就是,把这些getter都写起来, 然后我,呃,重新排列一下那个,顺序,OK,那么,这里就算是好,然后,我们回去看一看,下一步又有什么来做呢,呃,下一步我们就需要把,就是,把, 啊,issuer跟owner写进,呃,participants里面,那么这个做法,也跟holtstate一样,我们可以用这个, 这个,google的这个,呃,library,然后去宽数给,给我们建议一个,list,然后我们可以加上issuer, 然后就是owner,然后就是owner,好,那么,然后呢,我们下一步就可以去,state这里,去把,呃,我们这些测试,state test的这个class里面,把我们这些测试的,呃,method都取消注意, 好,那么,我们先跑一次看看会不会过, 好,那么,在这里,呃,可以选择,呃,tick out,那么,就可以看,呃,通过了都有, 哪些,这个是没过的,是哪些,那么,我可以,我们可以看到这里,也算是,然后全部都过了,然后这里, 变成了一个绿色的,呃,呃,icon,图示,那么,就代表我们就已经过了,那么,整个IoU state就是这样简,其实就,呃,一开始这样就是非常简单,呃,就是很传统的,也很java的,的,的方法去,呃,生成这个,呃, 一个state,首先第一步就是把这个,呃,contract state,呃,表示,呃,呃,成为它是implement字,这个contract state,呃,就是表示这个IoU state, 也就是一个contract state来通知,我会,呃,就是通知corder,这个是一个state,然后下一步呢就是,呃,把它的一些熟性加上, 然后就是constructor,呃,还有一些,呃,getter,最后呢就是,呃,把所需要的,呃,party都加上这个participants,呃,的这个method里面,那么,再提一下,就是,其实你不一定要把所有的party都加进,呃,你不一定需要把所有的party都加进去这个participants里面,呃,其实你可以 你可以仔细加issual,或者是owner,也可以,这传释由你自己去,呃,呃,决定,不过,呃,就只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,呃,练习,就是定义了,就是这两个都是participants而已,呃,participants而已,好,那么,为我们为,呃,state做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一部分,那么,state其实是corder系统中,呃, 呃,量级最小的一个组件,那么,state主要他期待的信息主要有他想要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,或者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想要把它记录进,呃,那个,呃,呃,呃,资料库里面的信息,或者是,呃,账本里面的数据,那么,另外一个他期待的信息就是他这个交易所限习的participants 所以说,呃,有哪一些party就是你想要他,呃,在这个,呃,发生一些这个state所改变的一些事情 发生了一些事件之后,你想要通知的party,你都可以把它放在participants里面 好,那么,这里就是,呃,我们就,呃,呃,完结了state部分的编写 然后,下一部分呢,我们就会继续编写,呃,第二个corder中的组件 那么,我们在下一个视频中再见 编写